不知是否黃德斌上次在極地狂奔表現好 所以這次整隊人去挑戰馬立斯勞鋒都由黃德斌 他是整隊人年紀最大那個,亦都是最早放棄那個 在節目中黃德斌說過,如果比他十年前來到這裏挑戰 或者他可以爬得更高 之後還一度感觸起上樓下男兒女 今年已經53歲的德斌87年加入娛樂圈 一直都是做閒角 是近一兩年黃德斌才擔任主角 鐵馬戰車他扮的杜Sir,不敵同劇的司馬Sir 相反在《渡下流人》中他飾演的葉常綠 被不少網民激讚 而這套劇更被網民推為神劇 最近他在致命復活中扮演越南華僑 剛巧得那麼巧,19年前的真情他又是扮越南人 當時不少觀眾都以為德斌是越南人 所以今次都特意找他扮越南人拍致命復活 本集中的《渡下流人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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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渡下流人》 本集中的《渡下流人》 本集中的《渡下流人》 本集中的《渡下流人》